万历四四年 也就是公元1616年的大年初一 诺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 国号大金 从此诺尔哈赤就不装了 摊牌了 称明朝为南朝 正式与之分庭抗礼 三十多年来 两者落影落现的矛盾正式公开化 这就算彻底撕破了 万历四四六年 诺尔哈赤公募名为 七大恨的讨名西文 起兵反民 并在一年之后的 萨尔虎之战中大败明军 辽东的战略格局彻底改变 之后的诺尔哈赤更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但是到了天启六年 也就是公元1626年 一场大败仗 直接或者说间接的 要了诺尔哈赤的命 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这场战役的胜利 对于明朝来说意味着什么 而诺尔哈赤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Hello各位 我是不是东西的西西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诺尔哈赤一生最大的失败 宁远之战 以及他的死亡之谜 公元1625年10月 因受殷党撤走 时任辽东金略 孙成忠罢官而去 兵不上出高地 学后代之 但是高地的首辽之略 与孙成忠完全向左 他将官邻井防线 撤回塞海关之内 完全放弃了 官外的四百里土地 但是这个时候 正守宁远的原存患 拒绝撤回塞海关 并表示与宁远共存亡 诺尔哈赤得知 整个关外就这么一支领远军 所以信心满满 率13万大军 号称20万 进攻领远 而这个时候的领远 只有一万多守军 形势岌岌可危 公元1626年真月 诺尔哈赤在领远 城北 无礼处安营 并召向袁中焕 袁中焕言辞拒绝 并作战于城中古楼 统帅全局 都军迎战 他命人将 十一门红衣大炮 入城安置 在面对后金的猛烈攻势之下 明军以城护炮 以炮未成 成功的击退了 后金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在伤亡惨重 又连续几日 无法破城的情况下 诺尔哈赤一边继续围住宁远 一边分兵进攻 明军的粮草重地 绝华岛 首岛的7000名明军 全部战死 岛上的百姓 被屠戮殆尽 所有的粮食储备 也被复制一具 眼看着宁远城 久攻不下 诺尔哈赤 最后只能带着 对袁重冠的愤恨 撤军回尸沈阳 宁远之战是明朝 自俯瞬失陷以来 首次击败后金 成功的阻止了 诺尔哈赤 进击塞海关的脚步 而宁远也成了 诺尔哈赤 整个征战生涯中 唯一未能攻克之城 在宁远败北的八个月之后 诺尔哈赤 就死于返回沈阳的途中 终年68岁 而关于诺尔哈赤的死因 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一个就是 诺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 被明军的红衣大炮击中 并成为其致命伤 辽东金略高帝 在上周朝廷时说到 奴贼攻宁远 炮毙一大头目 用红布包裹 重贼抬去 放声大哭 不少人认为 这里说的大头目 极有可能就是诺尔哈赤 但也有不少历史学家认为 诺尔哈赤是死于疾病 因为在宁远兵败之后 诺尔哈赤仍然在征战 史料中并没有 他因此战负伤过重 而无法上阵的记载 只不过是在当年的7月 诺尔哈赤突发居病 后来病情严重 最终不治身亡 当然 还有第三种说法 那就是在宁远兵败之后 他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之下 欲欲而终 在朝鲜人领心灵所著的 《春波堂日月录》一书中记载 宁远之战结束之后 袁崇焕成败使臣前往金银 向诺尔哈赤致歉 说 老将横行天下久矣 今日剑败于小子 起其素耶 也就是说 你老小子平时不挺牛逼吗 不很能打吗 你很会打吗 你会打有个屁用啊 出来玩要有势力 要有背景 你哪个道上的 我叫哈赤 你不喜欢叫的话 你就叫我 太足了 我承受得起 原来是小变三 弄哈赤什么时候 听到了这个 再加上无论是之前的炮伤 还是救急复发 都让他愈加愤懑 所以在双重打击之下 他也很快奔赴皇权 不过历史嘛 谁知道呢 我又不是东西的西西 那么 你觉得 努尔哈赤的死因 更有可能是哪个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无论是宁远大捷 还是努尔哈赤之死 都唠不开一样东西 那就是红衣大炮 既然明军有了这样一件 制胜法宝 那为什么后来 还是兵败如三岛呢 除了明城内部的 就是后今也有了红衣大炮 现在崇征四年正月 后今在沈阳 利用俘虏过来的工匠 成功仿证出红衣大炮 并在随后的大灵河之役中 重创祖大寿率领的明军 而真正使后今 火炮力量大增的 却是明朝内部的一场兵变 无桥兵变 崇征四年八月 黄太极率清兵 攻大灵河城 祖大寿受困于城内 发文明登来巡抚 孙元化 急调部下孔有德的部队 前来支援 但孔有德的部队 既缺齿少穿 又久欠军饷 在行至无桥时 一个士兵鸡汉交迫 抢了当地门阀 吴向春家仆的一只鸡 双双发生争执 家仆被杀 王向春之子 不肯散罢甘休 四处申冤 导致全军大怒 拥厉孔有德造反 孔有德于是倒戈 杀回山东半岛 虽然这场兵变 最终被平定 但是叛军首领孔有德等人 最终还能率中祥金 祥书曰 本帅现有甲兵数万 青州百渝 大炮火器俱全 由此武器 更与民寒同心协力 血路并进 势如破竹 天下又谁 敢于寒为敌乎 皇太极大喜 出交十里迎接 正了本来火炮力量不强的女真人 从此以后 实力大增 在崇征12年的松锦之战中 大破明军 13万明军全军覆没 以红尘筹详亲告终 松锦之战之后 明朝在辽东的防御体系群线崩溃 在辽西的最后防线 仅剩下山海关的吴山桂部 1644年12月 清军又在同关 与红一大炮 重创李自成的大顺军 1645年4月 清军又调集红一大炮 轰击扬州 并制造了扬州十日的惨案 我们前面关于 明清小兵妻的节目中 说到了很多 导致明朝灭亡的原因 而无桥兵变 无疑是那个最直接的 导致明朝灭亡的导火索 谁能想到 一只机引发的兵变 最终直接将大明 脱入万劫深渊 这里是一只 什么样的机呀 清朝认为 红一大炮的遗字 不正是说我们这些 非汉民族吗 于是便更名为 红一大炮 谁能想到 拥有这么个 决胜武器的清朝 却在两百年之后 被真正的遗人 又真正的遗炮 轰开了国门 那么 如果没有这场 无桥兵变 大明的灭亡 会不会比以往 来得更晚一些 欢迎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答案 我是不是东西的西西 这一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让我们一起来拼成 大明的一天宇宙 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哦 我们下期再见